大家好,我是Stan Blackpink罗杰与韩国男生康东文传出恋爱的消息 登上了韩网的热色 前几天,有位网友质疑 康东文与Blackpink罗杰使用情侣项链与情侣装 质疑两个人是不是在交往 之后又有一起出现在时装人士的私人聚会上分享的照片后 马上就再度引起了恋爱传闻 而对此,康东文方今天对媒体表示 康东文是去了有交情的聚会 其他部分无法确认 而YG娱乐也是回应 这是艺人的私生活领域 难以确认 因为YG娱乐一向对于不是事实的谣言 马上就会否认 所以在韩国翻全就认为 只要YG的回应是 艺人私生活无法确认的话 这一定是事实 而虽然说康东文在韩国被称为是艺人的艺人 很多顶级女人都表白过自己的理想情势康东文 但是因为康东文与罗杰的年龄差是16岁 所以这个恋爱传闻马上就在韩网引起了热议 康东文真的没有良心 怎么能跟小自己16岁的小女孩交往呢 再怎么是艺人的艺人 现在不也只是个大叔吗 裸杰又不是未成年人 都是成年人了自己会看着办的 但是康东文的话可以理解 真的在演员中也是独一无二长得算 两个成年人互相喜欢在交往 为什么会有奇怪的留言呢 又不是叫你们去见那种年龄差 每次都觉得很多人都有奇怪的正义感 光明正大的在留恶品 也没有正式承认 大家都不需要这么确信吧 不知道的人看了还以为是承认了 不是连个证据都没有吗 YG说私生活领域的话就是承认了 如果不承认后 记者们继续追踪 发现到证据的话就头疼了 所以才会这样 也应该就是在交往了 康东文目前为止否认了所有恋爱传闻 只有这次说无法确认 所属公司就不能不做回应吗 反正又不是出现了什么低设的照片 就那个聚会照片 为什么偏偏要回应无法确认 你们这些是得了有年龄差就会发作的病吗 是因为想抹黑他们 但是没有什么可以抹黑的 所以才会这样吧 过你们自己的人生吧 康东文在去年离开了 签约7年的YG娱乐 设立了自己的公司 而罗杰所属的BLAYPINK合约也即将到期 导致这个恋爱传闻就更引起了网友们的关注 所以对于罗杰与康东文的恋爱传闻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最短时间在韩国三大地上播电台 KBSNBCSBS音乐节目 拿下一位的爱豆组合与歌曲 8位ESPA 62天 7位推进吻29天 6位MISSY23天 5位女性死19天 4位Ivo17天 4月 medication 3位BLAYPINK14天 7位SPA跟坏 共同一位一姐12天 100位一姐12天 6位K deeply 共同一位K communa 12天 6位0的直播 12日 2位1彩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